Hello大家好 我是爱逛超市的观众 最近 河马和山姆会员商店开始打价格战了 上个月 在河马APP的X会员区里 榴莲千层蛋糕降价到了99元 这次降价很有针对性 在山姆 榴莲千层蛋糕是当家花旦 爆款产品 售价是128元 而河马直接把同款价格打下来30元 明显就是盯着山姆抢生意了 山姆反应很快 把同款产品降价到98.9元 只比河马便宜了一毛钱 然后河马宣布 再降一块钱 就是要比山姆更便宜 山姆那边也再次微微下调到更便宜的位置 同样的价格战也陆续出现在西瓜 鲜肉月饼等高人气产品上 后来又扩展到各大品位 河马还高调的为这次降价命名为宜山架 虽然名义上说的是 发挥鱼工宜山的匠人精神 致力将全球最好最具性价比的商品带给河马用户 不过这个宜山具体是要宜山 大家懂得都懂 毕竟用各种奇怪的谐音梗内涵同行 也算是互联网公关站保留节目 河马自己就在叮咚买菜的大本营上海搞过斩钉价 不过这里要注意一点 这次河山姆打价格战的 主要还是河马旗下的X会员店 同为仓储式会员制超市 河马X和山姆是业态完全相同的竞争关系 从2020年创立一开始 河马X就瞄着山姆处处模仿 也处处针对 显然就是想成为下一个山姆 而同样想成为山姆 布局会员店的还有永辉 华联 麦德龙 加勒服 而2019年 美国另一大会员制超市品牌Costco入华 更加剧了这场竞争 这期视频 我就想聊一下 为什么那么多超市品牌人人都想做山姆 在超市领域 分为两个业台 一类是大卖场 另一类是仓储式会员店 我们最熟悉也是过去20多年里发展最好的其实是大卖场 1996年 河马来到中国市场 也带来了旗下子品牌山姆会员商店 深圳成了他们的第一站 那是中国超市业启蒙年代 加勒服 大润发 欧上相继进入大陆市场 中国城市消费者也在那时 第一次制造了有大卖场这样的业台 毕竟从前 大部分中国居民只见过小卖部批发市场和百货商店 一家巨大无比的商店 货架上推着上万种商品 消费者可以推着购物车随意选购 对许多人来说 大卖场的确刷新了他们对零售的认知 很快 大卖场型的超市就在中国的大中城市里遍地开花 但会员店的发展就远远不如大卖场 詹姆并不是唯一一个在90年代就布局会员店的品牌 1996年 万克隆来到广州开设门店 早期每天销售额都能达到400万元 而在北京 华尔斯马特也开出了第一家门店 并在北京站稳脚跟 此外 大润发进入大陆 第一家门店同样采用的是会员纸 但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蜜月期后 会员店模式很快就遇到了瓶颈或者说水土不服 00年代中期 会员店就开始陆续退潮 2004年 华尔斯马特开始关店 并在4年倒闭 2007年 万克隆开始收缩 最后被韩国乐天超市收购 珊姆背靠沃尔玛虽然不至于倒闭卖身 但他的扩张之路也并不顺利 他一次次试图进入到深圳之外的城市 但许多门店都经营惨淡 有的关店 有的被迫转成大卖场 一直到2016年 入华20年的珊姆 在中国也只开了15家门店 到这里 我们就必须聊聊会员店的特点了 首先 这种超市执行的是会员值 也就是想进去买东西 必须要购买一个会员身份 如今 各家品牌的会员价格大差不差 罗马X会员是258元一年 珊姆普卡260元一年 开时克稍微贵一点 299元一年 当然也有更贵的卡种 仓储式会员超市的另一大特点 就是商品种类会非常少 昂贵的大卖场型超市 SKU往往能达到两三万个 但仓储会员店的SKU一般只有三四千个 可能也就比普通便利店多一倍 无论是珊姆还是开时克 或者是其他会员店 都采用一种宽品类浅SKU的经营策略 也就是品类很多 但每个品类下尽量减少品牌和SKU 在开时克 每个品类只有1-3个品牌 而每个品牌下小于4个SKU 就像你想买可乐 在普通卖场型超市 你能找到许多个品牌的可乐位影了 但在仓储会员超市 多半只有可口百事能选 另外 仓储式会员店的另一个模式 就是电仓一体 储销合一 会员店不会在店外另一个仓库 而是直接在存放商品的地方就地销售 货架上层用来存放商品 下层就可以斩销商品 供顾客选购 卖完了就地补货 非常简单出购 这也是仓储式三个字的来源 但无论是会员费 还是DSKU 还是电仓一体 目的都只有一个 省钱 把商品的价格尽可能打低 低价或者说性价比 是会员制超市的核心竞争力 原因很简单 如果你不够省钱 不够有性价比 我凭啥花一笔钱 办一张会员卡才能去买东西呢 你们这些会员店又开在郊区 商品种类又不丰富 我为啥一定要跑大老远过去呢 是莲华的东西不靠谱 还是永辉的生鲜不新鲜 说到底 如果一家会员店做不到极致的性价比 那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 因此 方方面面都要学会省钱 那么会员店是怎么省钱的呢 首先 SKU少 本身就是一种省钱 商家每增加一个单品 都要经过选品 采购 配送 收获 上架等流程 导致物流人工和运营成本的上升 管理1000种商品和1万种商品 成本完全不同 会员店选择将单品总数 控制在一定范围 通过控制成本来降低价格 此外 商品数量少了 意味着商家可以多引进更好卖的商品 而不是追求满足消费者方方面面的常委需求 这会增加产品的动销 让商品周转更快 损耗和库存都降低 从而降低运营成本 此外还提高了评效 说到评效 也是会员店省钱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电仓一体 储销合一都是为了增加品效 另外 如今的会员店更多会开在郊区 用同样的地价获得更大的面积 留出大量的停车位 给远道而来的市区居民停车 这也是省钱的重要办法 还有 除了降低SKU 商品本身也要尽量压出空间来 这里有两个手段 首先是大包装的产品 比如薯片 普通超市小包装40克 大包装也就100多克 但在会员店里 你可以找到400多克一袋的薯片 一个人吃的话 几乎可以当饭吃了 此外还有4.5公斤的巨型瑞士三角巧克力 16斤装的洗衣液等等 包装大了 单位价格相对小包装就会更低 也是塑造性价比的手段 另一个手段则是自由品牌 山姆会员店旗下的自营品牌 叫做Membersmark 覆盖数百种商品 在山姆的总销售额里占比达到30% 而河马的自营产品则是达到6000种 在整个河马体系里 销售额超过35% 相比其他品牌 自由品牌的供应链完全掌握在超市手上 因此可以通过管理压缩成本 在低价同时保证一定的利润率 因为成本低 也就有打价格战的空间 这次河马和山姆的价格战 几乎都集中在自由品牌产品上 讲完会员店的特征 就很好理解 为什么这个业态在早年发展不起来了 归根结底 对于90年代 甚至整个00年代的中国的消费社会来说 会员店是过于超前的存在 比如你会员店卖的都是大包装商品 虽然单位价格便宜了 就不合适 加上你的门店都在郊区商品要大 对没有车的普通消费者来说很不友好 另外中国消费者的习惯是消费新鲜商品 而且没有大量同货的习惯 90年代城市住房面积也不允许 而会员店的模式是一次采购 用一周甚至一个月 这也是一种不适配的表现 更何况会员店在进场之前 需要收一道价格不菲的会员费 这个模式又会劝退相当多的人群 所以算下来 在早年会员店几乎只在北上广城能开得起来 而且每个城市能容纳的可能也就一两家 这里我想多提一嘴 事实上中国第一家超市就是会员店 是1996年在上海开车的麦德龙 麦德龙的打法很神奇 虽然是会员店 但早期他只面向小零售商 餐饮企业这些弊端客 做他们的采购业务 不像普通消费者开放零售业务 这就很聪明了 虽然当时中国人的消费力 还没有到为了购物买会员卡的地步 但做生意的人总要进货吧 他们的思维就是投资思维 发点会员费买个靠谱又便宜的进货渠道 何乐不为 所以麦德龙一直到十年之前 活的都还不错 只不过除了麦德龙 中国最受欢迎的还是大卖厂型的超市 那么问题来了 大卖厂和会员店的强弱势对比 是如何逆转的呢 在我看来 这两者看似都是超市 但赚钱的方法有本质上的不同 而在当下 会员店是一种比大卖厂更合适的模式 大卖厂的收入非常简单 分两块 一块是前台利润 一块是后台利润 前台利润指的是商品销售产生的价格差 也就是从经销商进货 到消费者买走中间的差价 而后台利润指的是超市作为平台和渠道 从供应商和品牌手上收取的费用 想要把商品摆到大卖厂的货价 必须缴纳一笔进场费 此外 还有各种荧幕繁多的费用 可以说 在前电商时代 大卖厂作为线下消费者的聚集地 是一个巨大的流量池 而后台利润就是品牌缴纳的流量费用 而大卖厂的衰落正是因为电商的崛起 早年电商的流量推广非常低 因此能让利给消费者 而消费者冲着便宜 越来越多跑去网购了 于是冷漏了线下商超 这下前台利润和后台利润都收不上来 这就是一个死亡螺旋 这个节点大概也就是2013年 电子支付普及之后才发生 此后我们听到的新闻 就是不断有超市品牌卖身给电商公司 卸下商业在线上网购面前溃不成军 严格说 虽然电商干掉了大卖厂 但会员店并没有马上崛起 因为线上的流量红利此时仍在增长 直到2017、2018年 中国互联网总规模见底 流量价格开始一天比一天贵 此时大家才开始重新回到线下去 寻找更多流量 大家可能很有印象 2017年被称作新零售元年 各种花样翻新模式创新的零售生意开始爆发 什么无人零售、精品超市、新式便利店 以及将餐饮、生鲜和零售组合起来的新物种陆续出现 相反 山姆这样的会员店 却没有得到新零售投资人和创业者的重视 说来也好玩 搞新零售的都是互联网出身 大家的思维还是停留在免费模式 烧钱换增长的逻辑里 而在开始阶段 就设置一道门槛的会员店 你看就没有想象力 做不大 在投资人那里也不值钱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在我看来 比起新零售公司们的无效创新 会员店的模式虽然也不算新 但更具颠覆性 从商业原理来说 山姆完完全全是大卖场的反面 后者的模式是 我坐拥客流 把流量卖给品牌 让品牌以我为渠道卖货 但山姆的模式是 收货员费在消费者身上 就直接把流量变现了 那么店里的商品 就可以威力 甚至无毛利的卖出去 这个模式虽然在收费的时候 会损失大量不愿付费的流量 但一旦付费完成 我不仅锁定了利润 保证自己赚钱 还可以筛选出消费力 和消费意愿最强的顾客 这样 上游的供货商 也会为了这些优质顾客 愿意给我更低价 更符合这些顾客需求 也更优质的商品 可以说 传统零售的逻辑 被会员店整个倒过来了 但还是能行得通 于是在2019年 山姆为代表的会员店模式 一军突起 加上2019年 开市客高调入华 在上海手店卖原价茅台 引发轰动 一夜之间 会员店成了零售行业的香波波 而大卖场模式 则是变成了明日谎话 新零售公司们 也变成了退潮后的卢涌者 纷纷转过身来 想开会员店 于是 有了当下人人想做山姆的激烈竞争 而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背后 也是会员店这种商业模式的上限所在 因为是会员店 所以一期的竞争 都是存量竞争 我国愿意为会员店花钱的消费者 可能就那么多 集中在一二线城市 这些人办了山姆的会员 就不会再选择荷马X会员 这和其他的会员不一样 有人可以是优艾腾三会员 也可以左手黑胶 右手绿钻 但在线下 一期都是零和竞争 有我美女 无比残狂 河马为什么要喊宜山姆 也是因为宜不动山姆 河马就没有足够多的生存空间 而这背后 又是线下与线上的零和竞争 是大平台之间的零和竞争 是上下游之间的零和博弈 说到底 消费者就这么多 利润空间也都是牙缝里挤出来了 当增量开始消失 那么存量的世界 就会变得无比残狂 消费 商业 洞见 消费 商业 洞见